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礼乐文明发展的鼎盛时期 而安史治乱后 内忧外患又导致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一个朝代的盛与衰 又会从当时的文人作品中清晰地体会出来 由香港冯申军国学基金会投资出品的 清唐国学歌风雅系列节目 欢迎您收看第六集 中国古代之礼乐文明